哈嘍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 推取BB 還有Discord 好 在今天有成載了一個光芳 光芳 公告了這次神兵的技能 好 這次神兵技能解鎖的 有人斷敵 九英 高皇軍 然後 國師 巴艾爾 以及王岩烈 好 那國師神兵的技能的部分 呃 10至7格範圍內 其他友方單位大於等於2個10 傷害提高8到15% 那 10至7格範圍內 敵方單位大於等於2個10 傷害就是提高8到15% 一樣 一個是友方 一個是敵方 那你在行動結束的時候 如果你自身的天賦在冷卻之中 那你的 而且靈灰是滿層的時候 則消耗7成靈灰 然後天賦冷卻時間減1 那 它這邊有一個先前條件 是 你的靈灰要是滿層才會消耗7成 看起來是這個意思 哦 它這個有限制呢 這個有限制 我覺得後面那一段有點 不會有點難用 因為我記得 靈灰的層數疊加是 暴擊是加1成 那擊殺敵人是7成 當然如果旁邊是小兵 那當然是可以發揮啦 所以 嗯 當然是看狀況 不過它這個就是要滿層的時候 才會消耗7成靈灰啦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啊 不過呢 它的有方單位可以提高免傷 跟這個敵方單位大約等於兩個 這時候呢 則傷害提高85% 我覺得這一點 還不錯 還不錯 而且它 沒有說一次只能 有方的免傷提高 或者是敵方的傷害提高 看起來是都可以 對 所以我覺得神兵劍隊還不錯欸 看起來不錯 好 好 再來是玩野獵齁 玩野獵的神兵 弄拳餘力 這個是我方攜帶3動BUFF 和敵方攜帶1件BUFF 的角色死亡的時候 OK 這個一個先前 先前的條件 這是要兩個有BUFF的狀態之下 才可以 然後天賦冷卻時間會 減1-2回合並獲得 魂力的狀態 我可以看一下魂力 魂力是除氣血外 全屬性 加8-15% 然後拒絕式成加1 而且是什麼 它是不會被驅散的 那 這是要敵人 這是敵人死掉 或者是我方死掉 然後你就會暴怒 你就會暴怒獲得魂力 嗯 看起來齁 看起來啊 那個 那個 召喚物也算才對 對 應該也算了 好 因為它增加一個角色死亡的時候才會獲得 那就是有一個 通常當然不喜歡角色死亡啦 對啊 通常不會啦 那我覺得這個有點小小的可惜 那 它除了氣血之外 全屬性會提高 那 如果再加上獲用的全屬性 加10% 那其實還蠻可觀齁 好 然後 人斷裡的部分 圖窮筆線 筆劍 主動攻擊攜帶有害狀態的目標的時候呢 你的法穿提高爆到20% 欸其實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的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 如果搭理優的話 debuff 一定上得到嘛 那法穿提高爆到20% 其實蠻多的 然後攜帶兩層以上的療身的時候呢 射程是0到1 那現在4層以上的療身的移動力是 加0到1 那就是強迫0 要開到後面啦 會比較好啦 不過 只是開到第三層的 神兵技能的話 呃至少有4層加1 後面是有點難啦 因為基本上神兵技能 我 我現在的神兵技能有開滿了 好像一個都還沒有 有開滿的話 像最高是風寒月啦 嗯 但是呢 法穿提高 我覺得這點還算可以 不錯啦 我覺得還算不錯 OK 好 再來 九英齁 九英的技能 神兵技能是 祈願後呢 自己會獲得1到2個 隨機的buff 隨機的buff 每期待一個buff 雙防和暴擊提高3到8% 那你最多最多可以到9%到28 其實 其實蠻多的 雙防跟暴擊率 可以到最多到9% 最多最多最多最24%啦 那其實還不錯耶 看起來還不錯啦 其實還不錯 但是 但是我還是不想用 好 鋼龍軍 這還可以啦 就是 我覺得還可以 好 鋼龍軍的部分 痾 三格內 攜帶有益狀態的其他友方 收到治療效果提高7到15% 那你使用絕學會獲得散爆buff 然後 經個一回合就可以出發 那這個散爆是傷害提高7到15% 就有自己而已喔 美意說的debuff 那不可驅散 使用傷害絕學會消耗 消耗 痾 痾 痾 傷害提高7到15%之後呢 他會變比較強嗎 這是一個問題 不過不過因為我 不過高皇軍在用的人其實 其實不多耶 我看看下來其實不多 高皇軍 上場 現在比較常上場應該也是諸葛藍 林鳳 如果是咒師的話應該是諸葛藍 然後 對啊 但是這個神免技能當然會加 加成一點啦 所以我覺得還是神免技能開放之後 看他會不會 流火會不會再逆轉 也不是逆轉啦 就是他上陣率會變高一點了 好 不過 裡面這次的啊 我覺得國師 國師跟能斷體的 我覺得還不錯耶 看下來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能斷體真的太少能用了 太少能用了 還算可以啊 不過如果真的這幾隻齁 優心深的話 我一定會選國師的 他這個免傷跟傷害提高真的太 太過分了啦 好啦 都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頻道 請按一下訂閱按鈴鐺 跟鈴鐺 記得追蹤的IGFB 追蹤BVD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